2020年10月30日 温哥华时间是中午12点 纽约时间是下午3点 香港是10月31日2020年 这一节特别想讲讲有几只股票 这一节主要讲Twitter 就在后面 我们先看看后面Twitter的图 详细分析一下金牌的走势 特别是因为升完后突然下跌了21% 亦因为这个股票跟近期美国大选 有很多八卦的东西 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去研究一下 Twitter就在面前 Twitter这个股票 它现时造价41.36 跌了11元 很厉害 还是跌了21% 当然有些人说 突然跌了这么多的一天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平时很少一只大股 是一天跌21% 除了经济上的 基础上的数据公布之外 我们在图表上 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Twitter 首先先看看图表 在它的价格上 所谓图表的价格 Twitter的价格走势 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 或者到今年的4月到9月 到9月中 它与纳斯达克的走势 是相仿 差不多的 蓝色的线就是纳斯达克的走势 看到纳斯达克 蓝色的纳斯达克的走势 NASDAX 到9月17为止 图表下 highest low open图 最高最低 开市中收市图 www 正好 除非在6月的时候有少少的diviation 但很快tweeter跌了少少 然后就上回来了 唯独一直到9月中 他们都是一样的 但在9月中开始 你就看到 是纳斯达克的升势 是停止了 还稍微回调 然后才慢慢再升上来 立斯达克一个双顶 但是twitter在9月中 没有是一直上升的 一路上升上去 这个与美国的大选是息息相关的 9月中的时候 距离11月差不多是大选的尾升 而是那么多个美国的传播媒介上面 基本上很多都是靠近民主党 还有很多新闻 他都是选择性去刊登 很多报纸这样公布 就是说有关民主党的负面新闻 他们尽量就没有报导 或者是只是报导是正面的消息 而twitter 亦都是有去删除一些共和党的账号 还有也都是开头是不转载民主党 拜登的一些负面新闻 亦都被很多网友的攻击 后来twitter都出来 就是说去改善 澄清 就被转发 但是都是有很多的restriction 那么你可以看到twitter 是帮民主党 帮到出面了 所以当民主党的民调 是仍然节节领先的时候 twitter是一路走好的 走势非常之好 强劲 那么大家在上一个视频 我都有说了 Twitter是赚政治风向指标钱 就是说他是靠边杂 他教了民主党那边 那么如果一旦民主党当选 那么大家可以查一查 Twitter捐了多少钱 现在在民主党那边 还有日后民主党 又用什么政策会协助 可能协助twitter 而令它可以折折上升 而investor买卖股票 当然是预先买未来的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会捧twitter 在investor的眼光上面 但是直至到昨天 即是10月30号 就有个如期来的突变 Twitter本身在1日跌了21% 3日二十天跌了21% 看看图表 对不对 那它登回回来的时候 它基本上 buildings 是靠纳斯达克走势 纳斯达克的走势 它本身是蓝线 nós今天跌倒 InstrFL 5 它纳斯达克走势 蓝线,跌回来黏着纳斯达克 在这方面,纯是看价格统计上 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你如果自己偏离大市 即是偏离整体其他情况的话 你不可以独善其身太久 你始终都要跟大市差不多 大市的指标就是这里 你可以这样去想 但另一方面来说 在这个大跌上 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 或是fundamental analysis 它是这样说的 我将这个放下 它的说法也是挺有趣的 首先第一记住 Twitter 即是不说你不知道 它今年刚刚公布了业绩 它今年的盈利 今年的盈利 今年的revenue 营销 是全部相对去年来说 都是有双位数增长 双位数增长 双位数增长 怎么会突然间一日跌21%呢 就说现在里面那些人就给了一个excuse excuse 就是说我预期它 这个新增的用户有195个million 但谁知道它真正公布187个少了成8个million 8个million少了的用户 实际上比估计少了4% 但是比去年或者同期来说 都是有双位数增长 如果这样去解释 这个一日跌21% 我就觉得就不足够了 所以我就稍微补充一下 在这个民调去到今天 即是说 待会我都会再看看民调 再做一个第二个视频 因为现在距离大选是几日 在昨天来说 自至昨天来说 民调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还相差大概4-4.6% 这个是比较中肯的民调 包括霍氏新闻 靠近共和党的民调在内 但是由30日到3日 还有3-4天 这3-4天里面会不会有 特别大的改变呢 这件事在Twitter 这个股票大跌上面 我们看到少少的端倪 就是很大机会 美国的投资者 感受到那个风向标 开始是再将这个4-4.6% 即是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的差距 是再收窄 如果投资者感受到这一种的收窄的时候 投资者就会担心 担心共和党 不是担心 即是投资者可能会想着共和党 有机会胜出 有机会 如果共和党有机会胜出 那美国的股市会大上升 而Twitter就一定会大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升得太厉害 抛离了大市 它一定会大调整 而股市上面一般是先行的 即是我们做expectation 买股票的 我打算未来是怎样买 就不是说已经发生了就买 所以在10月30号Twitter 这个一日跌21% 是可以给一个signal 大家是不是可以告诉大家 有机会 这个民调是会 共和党是会继续拉近 这个民主党 还有是有机会 Donald Trump 会有一线机会胜出 这一点 就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